12歲的小朋友可以打科興 這個要求其實早前我也提出很多次 每次都是問專家小嫂 還有問科興取資料 那這一方面政府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大概可以什麼時候會有些決定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都很關注第三針的問題 那現時我們疫苗的貨量是如何呢 什麼時候會到期呢 那如果是有到期 那為什麼我們不早點推第三針呢 那如果打第三針 其實這一群和檢疫人士有機會接觸 或者是輸入貨品有機會接觸 好像金斯花園那樣的朋友 他是可以有機會打到第三針 那他們抗體多了 自然我們本地感染的機會會小了 那這一方面你們又會不會考慮呢 政府在推一些比較普及傳聞有關的疫苗計劃 當然是一些新的疫苗 我們都是要注意安全性和有效性 那所以都是要有一些專家給意見 我們要這個基礎才會推出這麼大型的注射計劃 那另外剛才陳議員都提到 我認為第三針的考量 那我猜之前我們答過是 如果要大量推出 一個政府推出的行為 都是要想一下那個適應性的問題 會跟輸入的貨品 又或者是跟檢疫人士有機會接觸到的 或者是他們的處所是在那個地方的 那有沒有要求他們強制打針呢 我們認為很高風險接觸的工作種類 是會要求他們要打針才能進行的程序 那希望你們都去檢視一下 因為他們又會跟他們在那裡沒有打針的同事會有接觸 一起吃飯一起聊天 那也都會有機會互相傳染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接觸到 檢疫人士算不算是一個高風險 那就是希望這個問題都可以簡單回答到 那如果是那個界定是怎樣 我們都希望知道 我們不希望在這裡再有什麼漏洞出來